我们继续讲这个议论文的写作 以后这段时间都是每一次都是一个小主题 作业有些同学给我看 有些同学没给我看 没有关系 我尽量想看一下 你愿意的话你就复制给我看一下 爸爸妈妈看了也可以 议论文的写作我们在学校里头都学习过 我们今天做个开始的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 祝你怜悯和帮助我们 能够学习议论文的写作 让我们掌握这个方法 能够多多的在生活当中去练习 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一个文章你要写得明白 首先你要搞自己要搞明白 你才能够写得明白 你自己都搞不明白 你就没有办法写得明白 我最近都是我没有讲很多 那个很细致的一些技巧 你先做大的方向 先这么努力 包括你每天也写日记 观察日记 写你的读经的感想 你先这么练习 你先练习同学吗 我不知道多少同学练习了 我知道有同学还是硬工了 为你们硬工的同学感到感谢上帝 一个文章显得思想清晰内容同胜 那你自己要先搞明白 那我自己怎么搞明白呢 昨天我女儿跟我说 爸爸我听了你的逻辑学的课 我也不知道怎么用 确实 我去搞逻辑多少年了 对不对 我十几岁开始学 我当时也没有 你说学上逻辑学马上变得很有逻辑了吗 也没这么回事 就像我们学健身一样 你马上变得很健康了吗 会不会 你不会吧 对不对 但是你学习逻辑学 是你有逻辑的开始 不是说你学完了逻辑学 你整个生命很有逻辑的 你学让他打球 你整个生马上变得健康 你天天练习 写读经的感想有没有写 读经的感想有没有写 第二 观察日记 每天的日记有没有开始写 如果有了 这已经是美好的开始 已经是美好的开始 那么今天是讲个搞明白 搞明白你的文章 才思想清晰 内容通顺 这是不是文章本身的功夫 是你夏老师的功夫 打个比方来说 我们都喜欢别人讲话 能够造就我们 不喜欢那种讲话 东南西城 一个会跟你聊吃饭的问题 现在生活 然后聊工作的问题 然后聊亲戚的问题 然后有点教会的问题 东一篮头 鞋又锤子 这闲谈是浪费时间 有些人当然他愿意浪费时间 反正闲得没吃干 然后我们读书也是这样 你读那种观点很清楚 论句很充足的 然后我们想到的意外 我们担心的 我们疑问的 各方都给我们解决了 那这样的文章 我们觉得是好文章 也就是说 你讲的话是一环扑一环的 写作是一句紧凑一句的 都是受过很多的训练的 最近台北市市长蒋万良 蒋万安到上海来做演讲 我们看得出中国大陆的市长 和台北的市长 有很多的差距 为什么 为什么人家讲话一环扣一环 他不需要看稿子 这是训练的结果 这就有很多很多的训练 人家在美国拿了博士学 咱们的市长 都在金融学专业 而且在国内这环境 他没有训练过 没有训练过怎么样的 你不可能把稿子拉开 然后直接给大家演讲 你看我给大家讲话 没有讲稿 我们都没有讲稿 为什么人没有讲稿 就是你天天在训练自己 你不要相信有人告诉你 上几堂作文课 你的文章就写好 你一定是每天都在练习 操练讲话 我是天天练习 天天在写 我写了三四多年 四四年 小学生这个不讲的 就是全心全意写作 我都写了三四多年 那我讲的话 就是我写的东西 所以就不需要讲稿 你看他讲完聊了讲完安了 我就记不住这政治人物的名词 那讲话的讲得多有水平了对吧 说中国两层两岸和两层好两岸好 他是市场上广播来台北 广播来整个台湾对不对 他说我们先做个好的榜样 然后一起开始 我们这里没有讲过那么讲 为什么呢 练习 你们不要小看每天显得无精感小 每天显得观察日记 你一天一天的记了 有一天你就能够落笔成文 出口成章 是吧 我把这个改一下 那么怎样做到这点呢 我跟你说 不是短时间 你听了他做完课 或者说别人训练 就是你一天一天的训练 你看他打羽毛球的 打拼盘球的 是怎么练习的 我一个同学在我们湖南省 主持那个拼盘球比赛的裁判 那么他是每一天下午他上班了 他专门干那个事情 那个都是业余的 他上完课他教书的 然后下午去打两个小时球 大概多少年呢 大概是16岁开始 我19岁 我们是19岁毕业出来就教书 一直打到49岁 34年 他们也是下雨就没有去了 或者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 没有去了 他们有闲的时间 他都去打拼盘球 他做什么工作 做裁判 做湖南省的裁判 就练习 反反练习 这个文章 现在这个道理我基本上跟大家讲的差不多了 以后就是一个提醒而已 你要去练习 就是反反复复的去练习 在练习的过程中 你思考什么东西 包括讲话也是有意思 都是去练习的 你一边讲 一边写 一边思考 我讲的哪里讲的不好 别人为什么讲的很好 我要参考他的 日记月月 我给大家一个照片 我给大家一个照片 这是游泳馆的照片 你席个小朋友在游泳 游泳馆 老师教了你以后 说完了以后你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小朋友在游泳馆里头 带着个 做 要去做 做多久 反反复复的去练习 那是要做 反反复复的去练习 是这样安静 练到什么时候 你看你的身体情况 对不对 你身体不太好 你就少练习一点 当然游泳本身是个 让你感到很健康的一个活动 那你根据你的时间 找机会来去练习 你才能参加什么游泳比赛 或者说搞什么游泳活动 对不对 就算你什么比赛 你才能够 如果成年人的话 你的体型才会被改变 在游泳的过程当中 这个水 让你的身体的减肥 身体很好看 你健康 但你指望一天吗 两天吗 对不对 你指望三天四天就搞光吗 往事半个月 一个月 两个月 一年两年下来 你的身体 才比较健康是吧 第二个问题 你要 刚才你要想明白 这个搞错了 这个应该是我搞错了 这是应该第二个问题 就是第二个 你要养成爱死口的习惯 这是第二个 我搞错了 这个是第二个 我应该搞成第四个了 这个是第三个 这个是第四个 然后这是你生物习惯的问题 因为父母来引导孩子 问问题 我的孩子 小孩子 我就进了 让他去 小时候 我会问他很多问题 让他去思考 那我在课堂上面 有爸爸妈妈 有没有在这个 你要 鼓励孩子多思考问题 他不会思考 你先问他 问他了以后 他整体会问你 你先问他 我们的小孩 我都问他很多问题 他就问我问题 特别是我老师 可能 我先让他奶奶过世了 奶奶为什么会死呢 他就会问 所以他在思考问题 爸爸妈妈为什么没有死呢 他不是说小女生 为什么奶奶会死 爸爸妈妈会不会死人 你说想这个问题 然后人的嘴巴 为什么要吃饭呢 不吃饭的话 还可以吃什么东西呢 这是很优小的孩子 要引导他 不如这是给爸爸妈妈妈讲的 你们都是中学生的 什么是亲戚 他会问亲戚 他走亲戚到爷爷奶奶家去 到姑姑家去 到叔叔家去 到舅舅家去 他就问什么是亲戚 所以是我们的亲戚 他开始搞闷懂 他就过跟他说 我们是亲戚 什么关系 孩子是闷的 因为我们长期生活在深圳 这亲戚没什么感觉 亲戚 他还问时间是什么意思 爸爸妈妈什么事可以原谅 我告诉他 你不是故意犯罪的时候 你不小心 犯的过犯 爸爸妈妈可以原谅 你故意犯的过犯 爸爸妈妈就会管教 他就会问这些问题 这是小学生 幼儿园的小朋友 从小愿意思考 人懒有两枕懒 一枕是手脚懒 不想干活 就要躺着 宁愿呢 就是这 能够躺着的时候 我绝对不坐着 能坐着的时候 我不站着 能站着的时候我不走 能走的时候不跑 竟然少流汗 不出汗 这好不好 我问那就这样好不好 舒服啊 人活着这就舒服嘛 好不好 你们说 好不好 同学们你们说好不好 不好 不好 会导致什么 会导致什么 坏毛病 不好 会导致什么 变懒 变懒 懒变的什么 会导致什么 恶果 身体会变得很差 对 软绵绵的 没有什么力气 生活很乏味 没有朝气 跟他活死人一样 我这个就 还要关一下 瓶爆 你一定会这样子 你身体没有活力 很容易生病 生活法力 那么你的脑子不动脑子会怎么样 一个人不喜欢思考问题 你告诉我怎么做就行了 你讲老师 你讲了按摩的问题 你告诉我一二三就行了 搞得那么复杂干什么 是的 如果我把复杂的问题 把简单问题搞得很复杂 这个人坏 就像我们一些公务员 做一些事情 我前些日子 我看到有一些洒水车 天上在下雨 还在地上洒水 有必要吗 没有吧 是不是 没有 是啊 天上在下雨 洒水车在那里 洒水 因为雨很脏 然后呢 顺便把地上 那个脏东西和雨水 底下冲下来 那些脏东西给冲掉 那么简单的问题 搞得很复杂 这是不对的 但是复杂的问题 你还是要想 你要去查考圣经 就人懒 就死在了 有老子懒 老子懒 尤其在工艺学校 很多孩子的脑袋已经被折磨过了 他不行了 比如说每天大量的作业 数学 一天一份数学作业 一份英语作业 一份 什么 英语数学 还有语文 就是基本的 一天三份作业 一定要做的 现在卷得很厉害 初生 如果你考得不好 就去到技校区 你不能读高中 那么就那个 初生的分流 这个卷得很厉害 父母担心 老师也担心 那就压着你 那么这折腾久了的时候 老子就不想十分 只想干嘛 你看有些用脑过量 公立学校就能够 他回来家里头 他就不想再硬了 我就想来玩手机开心 让我开心就行 放声音一下就行 我楼下有几个难得 四十三十 四十来岁的 一回来就玩手机 他老子已经 一个是在工艺学校 老子已经被英老过量了 你再让他因为不人道 第二个他不想试了 那人生一起是命中注定了 这个人就说 还是命中注定了 不如即使行乐 老子就不想试了 这就麻烦了 你就不可能产生有思想的人 生活上没有思想的人 往往不是他没有学过逻辑 或者说他数学原来很差 他是不愿意再想问题的 反正人生是命中注定了的事情 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了的事情 那我不需要想多数 我不如有好吃的时候 吃能玩的时候 玩能唱歌的时候唱歌 过一天算一天 坐一天和尚 坐一天钟 那我就懒得去想 这就麻烦了 你不可能把一论文给写好 别的一论文别的事情你不会有 都觉得都到了成绩了 当然他也没态度的痛苦 你发的想回来 事情想着找着人 他也没态度的痛苦 反正你叫我过什么 也就哈哈哈哈的就过去了 那我们不能这么做 你要给我学习一些一论文的话 你不能这种生活方式 第二个 我们长大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想识 老子要想识 比如说虽然我们没到结婚的年龄 对不对 就是中学生嘛 小12岁 大了18岁 我以前同学是这样子的 有高中生到我这里听课 我不知道你们当时有没有高中的 你们当时有没有读高中的 或者学高中的课程的 有没有 我以前一个同学 一个学生了 他现在也到日本去留学了 当然跟我学这些东西 我说你可以不要结婚 现在你不需要结婚 你才十七八十肯定要读书了 但是你要想明白 男和女为何要结婚 这个你可以想 人为什么要结婚 你不能够到了二三十岁的时候 你猜想为什么要结婚 那就迟了 知道吗 因为人的思想的形成 它是一个过程 你不是一夜之间就有这个想法 因为你思考了 你才会去观察 什么是幸福的婚姻 什么是糟糕的婚姻 你观察了的时候 你将来才能进入婚姻状态 对不对 你在青春期 因为青春期已经发育了 这是不是个小学生讲的 青春期有些女孩子 已经来了第一次了 那你就可以思考 人为什么要结婚 结婚的目的是什么 结婚的过程是什么 结婚的开始是什么 结婚的义务是什么 结婚的权力是什么 或者结婚的责任是什么 你都要去想 是吧 你想那么呢 你以后慢慢的 你的心理硕字了 就慢慢的成熟了 你不要学习 有一些人在早恋 小老师你是不是鼓励我们早恋 儿子说中学生 有些初生生就在谈恋爱 这不好 因为你身体没有发育 还是小孩 就像谈蛋子一样的 你还不能够背个一百斤 你现在背 只能背三四斤 你去背百斤怎么样的 或压三斤 但问题可以去思考 不然老师处于空白状态 第二 我长大了 要做什么事情 我长大了要做什么事情 结果你不要着急做 你在祷告过程中 我们基督徒可以祷告 在祷告的人思考 思考过程中祷告 来观察社会 你在这里 像是求神像你显明 你一生的呼召是做什么事情 你可以去想 我要做什么事情 我要读什么学校 对不对 我要读什么 不能说爸爸妈妈 就给我安排就行了 你也可以有意见 对不对 你可以去祷告 你可以去学习 去了解 你不要让脑子空白 不想识 你就像那个 强威一样 中规矩一受对脸 怎么讲的 会吗 强上芦威 跟底前 三件 主审 嘴见 批后 傅正空 墙上芦威 头正矫情 跟底前 你不是像墙上芦威 要推你往哪边 你就往哪边 推你左边 要左边去 你往右边去 不 你要想一想 你可以读什么学校 如果未来我是个男的 我长大了 我那个时候想 我要娶个什么妻子 我或者说 我要长过什么的 丈夫 你可以去祷告 知道吗 你不要去执行 思想在前 比如说我 老师 鼓励你们 初中毕业 然后去结婚 我有同学 初中毕业 然后去结婚 你就伤害了他 他身体没有发育完全 你害了他 你害了自己 我说高中毕业 就去结婚 你还去读大学 社会工作 对不对 不是什么都不会 就去结婚了 那不行 但你可以去思考 这个问题 你心有思想 因为你现在想错了 也没关系 出来就改 就行了 因为我还年轻 对不对 对吧 可以去思考 那我要读什么书 为了实现这些愿望 为了荣耀上帝 上帝喜悦 因为我结婚的目的是什么 上帝喜悦 我长大了 做什么事情 上帝喜悦 我读什么书 上帝喜悦 我建立什么家庭 那我就去读什么书 然后我应该和什么样的人交朋友 所得生命 金钱 所得生命 有才干 所得生命 什么样的 那么什么样的人 愿意跟我交朋友 对不对 我喜欢跟别人交 别人不喜欢跟我交朋友 我也没喜 对不对 你去思考 什么是好人 什么是坏人 什么人值得交 什么的人不值得交 你现在要思考 你可以跟爸爸妈妈交流 跟牧师交流 也可以跟小伙伴们交流 也可以读书 可以观察社会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才会长大 是不是 就思考 然后你这个东西可以写下来 写在你的读书笔记里头 凭在你的每天的日记里头 是吧 那你的思想结果 你再回头看 有可能想错了 对不对 想错了结果改 你不可能一捕到位 我的思想一夜之间读一本书 什么问题的解决 再读一本书 什么解决问题 所以我跟某某某某人聊一次天 就把所有的思想问题解决 这是不可能的 你不要学那些 在公立学校忙的 半死的 回到家里这些玩手机的那种 因为他实在太累了 那就玩玩手机放松一下 那你需要这么做吗 你可不可以积极地思考一些人生的问题呢 你可以把 可不可以把你的问题写在你的日记里头呢 我建议大家这么做 我建议大家这么做 我呢 我为什么写个括号我的回忆呢 因为我小的时候 我的父母没什么文化 他没办法教我 我就是靠写日记 读书跟朋友交流 这么长大的 现在我也鼓励大家 多心把自己的想法给写出来 虽然一下子不成熟 很幼稚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都是从幼稚的过程当中长大的 这些东西都去想 这是最小的 没法想的 爸爸妈妈要鼓励孩子去想 再有才是读书 注意读书是在前面的那些了解 是没有观察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这个照片呢不是我认识的 我在网上找的 就是说你应该尽可能去参加一些这样的游学活动 不要去参加游玩的 就是说我年轻人出去玩耍 一点带着学习的目的 不一定要参加考试跟考试有关的学期 整只要出去让自己长见识 然后游玩的过程间你可以随便写日记 不要给不一定要给爸爸妈妈看 更不一定要给老师看 但是你自己要给自己看 自己写下的东西怎么办 你猜要怎么办 猜要美好的回忆 你可以旁边贴个照片 把它打印出来 贴在那个日记本上面 可以画有些人喜欢画画的 你可以画个漫画 在你像日记当中 我看到一个什么事情 我要把它画下来 然后配上文字 对不对 挺好的 你多少年以后 你看看这是美好的回忆 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是吧 你的思想和见识 阅读不要分开 阅读和见识不可以分开 那我给大家讲 我就犯过很严重的错误 因为我不懂 我不等的阅读和见识 因为我生活的环境很封闭 以至于把自己来读成个书呆子 这不对 有一些人不读书 到处看 到处有见识 那么了 最整人就像油才样 他虽然行万里路 但是他没有读万卷书 他就学个油才 你行万里路就感受一下 有什么意义呢 这里来拍拍照片 吃一点什么东西 然后跟打打哈哈笑一笑 你当时是很开心 但是你对一个景点的旅行 比如说你去九寨沟 或者说你去看顾宫博物院 这大家都知道的 顾宫博物院你去看 你没有读过书的人 顾宫博物院 哇 皇帝就真的回头一下 哇 里头有什么 北京的羊肉串可以吃 有些我们吃羊肉串 然后我跟皇帝拍个照片好不好 我们纪念一下回去 然后我因为他里头有一些项目 也可以坐缆车 可以坐了皇帝宝座 然后穿了皇子的服装了 皇子现在可以穿了 我也扮演个皇帝 戴个满清皇帝的帽子 显示一下当时也玩得很开心 请问你对你的人生命有什么长迹没有 因为你万里路没有读什么万里书 你的明清的历史一无数字 你知道北京城这个城迎接了多少中国人的苦难和平静吗 你看到顾问博悦 他乘着了多少历史的记忆吗 啥叫历史的记忆啊 半天就什么不知道 你的心里没有得到塑造 对不对 你的见识不一样 因为你没有读书 像我小时候变成书呆子 我很想出去 但是我没有钱出去 我不是不想出去 我很想到处看一下 去见识一下 我读了很多的书 我在幻想什么广东 幻想什么美国 幻想在灯里面 美国今天也是幻想的 幻想什么北京 都是从书上看到的 在报纸上面剪你的什么资料之类的 因为我出去不了 对不对 我知道我长大了 我来广东打工 我跟海来外的很多人交流 去参观了北京国务院 我也尽量去看一下 那我就思考这些东西 就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 你不能够分开 什么 有些人只讲到经验 万里路 没有读书 刚才说这些油菜样子 只读书不行万里路 就变成书呆子 这两个一点都要结合 然后读书的过程当中 你边学边思考 现在我开始 刚才是讲的旅行日记 先旅行日记 这博学读文 就是去思考 这个前面一二三 就是总是你不需要动手 在生活当中要去交流的 尤其小孩子 他没办法显示 作为父母的七八岁的小孩子 他能够写什么东西 能写几个字对不对 你先养成思考的习惯 这里养成运动 和长见识的习惯 然后写旅行的日记 到哪里去了 写一下写起你的感想 不光是拍点照片 还有人说吃点东西 那读圣经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现在我们开始讲读书了 你要写搞明白 搞明白不是一天搞明白的 你比如说你读这个圣经 那么你要做笔记 做笔记不是说专门 一定要搞个写个灵修的笔记 有的时候 你没有带灵修的笔记的 就是说你从那个上面 直接写这个圣经里头 比如说大家看了吗 这里是写的路德记 怎样分成段落分段 他的主题思想路德记 然后我写一个读经的感想 写在这上面看到吗 这里打那些横线 这个横线 有些那是一些什么背注 这句经文跟来西经文有关联的 把它背注在旁边 这叫做笔记 做在书上面 不只要在写那个独行的水笔 在圣经上面做笔记 你不要说这圣经来写脏了怎么办 再买一笔就行 反正你们家买不起吗 我家都买得起 肯定买得起 好好的上面 记下你的感想跟神对话 你要思考 比如说 在圣经里头你可以做世界 这个是复习了 以前在逻辑学课上面我们讲过 圣经里头说到世界的时候 意识都一样吗 比如说 挪亚 这个世界在洪水中 这个世界是什么意思 约翰艺术说 你们不要爱世界 爱富对心就不在你里面 这个世界是什么意思 你不要跟着世界走 要跟着天赋走 这个世界都是 这世界的神 这世界的神 啥意思 这世界的神不是一和华吗 为什么那是这个世界的神呢 这三个世界的意思都不一样 我们已经讲过 就不重复了 不重复了 我们讲概念的时候 要概念清洗 这概念清洗 你这每一个世界 你就查一下 查一下原文 有原文这个字点 你要思考 要去祷告 这几个世界的名词是不一样的 一个世界是这个大自然的世界 第二个世界是这个眼目的情 肉的情 因为精神的骄傲 这个作恶 这个所有的恶的整合 第三个世界是世界上的人 世界上的人叫世界 这么表达的 这三个世界的概念都不一样 你要清楚 你怎么清楚 没人教我 你要去思考 去搞清楚 放字典也好 放擦肩也好 反正你就想办法 你去搞清楚 你当时不清楚 你标记一下 你读圣经的时候 这什么意思 为什么这里一个世界 那里一个世界 啥意思 不一样 都不一样 比如说第二个 我们最近我们家 查考那个哥伦多前书 哥伦多前书 保罗批判了智慧 保罗怎么会批判智慧呢 犹太人求神迹 希腊人求智慧 我们去传 实际上 我不用高原大字和智慧的言语 免得你们 免得十字架落空了 我在你们当着立定心 也不知道别的 知道耶稣基督 变成了十字架 我讲到 我在你们这又软弱 又恐惧 又战惊 我不用智慧的言语 是吧 我不用智慧为往的言语 但是告诉神的圣灵的大人 圣灵和大人 叫你们信 不在乎人的智慧 也在乎什么呢 神的大人 你智慧就批判了 怎么回事 这个智慧是什么意思 这个所罗门里头的智慧是什么意思 所罗门里头就 愚望人有知识和谋略 不是 我要叫少年人得智慧 智慧在山上唱歌 真言书第九章 智慧在歌唱 在创世以前 他就与天父同在 这两个 一个地方批判智慧 一个地方赞美智慧 他到底要不该有智慧 歌人多前书一张二张批判智慧 所罗门里头赞美智慧 他到底要不要智慧 你想过吗 今天我不告诉你答案 我在家庭敬拜中 我跟我的儿子和女儿们讲过 这两个智慧不一样 你要搞清楚 那你们搞得清楚吗 那你想不想把它搞清楚呢 我不告诉你答案 我今天不告诉你答案 就是前面的问题 我都没告诉你答案 你要去搞清楚 你要开动你的脑筋 你要去读书 你要去查字体 你不要让你的脑子空着蓝 好 我再给你提三个问题 真言书说 鱼丸人有知识和谋 真言书说让鱼丸人有知识和谋略 请问知识是好还是坏 肯定是好多 那个人的情书 知识叫人自高自大 我也要爱心造这种 那知识是好还是坏 肯定是坏的 那到底知识好还是坏 到底知识好还是坏 你要积累你的思想 你要去转眼这些问题 你自己搞明白了 你写文章才会有明白 你自己的搞不明白 这罗里巴说凑字 这是写文章的一个基本功夫 你才能真正造就人 你自己的搞不清楚 你造就谁 对不对 你花时间去搞清楚 好 耶稣不是说他是王 他是以色列的王 对不对 他是以后话道成肉身的神 既然如此 为什么约翰福音六章四五 就是说 耶稣知道正人强批他做王 他不愿意做王 他跑到山上去了 他为什么跑到山上 要你做王 你为什么不做王 多好的事情了 对不对 希望以色列让他做的王 是这个世界上的王 让他打倒罗马的那些统治者 不告诉大家答案 每一个同学 你都可以写一篇小小的文章 真的这个小问题 可以写百个字 你可以去写 可以写在你的圣经上面 用那小笔写在工程中 用铅笔写 以后方便擦掉 你要去思考 不一定要写成书稿这方式 在圣经的旁边 你看我小老师 我这样读圣经 我也读了好多本 不敢说十来本 七八本圣经应该有的 就每一本圣经 我就做很多的笔记 因为我在思考 思考的过程当中 我可能就想错了 我可能想错了 当时我看着就错了 对不起 我下次就改过来 没想过 你读一遍 你就思考一遍 把神的话默想 试进去消化 一本一本的 这本读完了 我就翻烂了 有些圣经 我就翻到箱子里头去了 有些圣经我就读了 有些读了七八年了的 已经翻烂了 就放在箱子里头去 然后不断了做笔记 在圣经上面做笔记 因为你不可能 就搞很多笔记本的 你就随便在外面出去 带本圣经嘛 对不对 你不能这么八千 在高中桌子 专门给你写 你就看了以后 你就带着笔 做笔记在旁边写 就把你的想法就写出来 写在旁边 注释好 你的思想就慢慢的积累起来 不断地积累到过上 那么你写伊朗文也好 你入伊朗处事也好 你这里头 脑子里头怎么呢 就库存了 别学世界上的投机 取巧的办法 一点一点的积累你的思想 我再给你举第五个 耶稣说 若你的右眼叫你跌倒 叫我弯出来丢掉 你可是去白体真的一体 不叫全身丢在地域里 我问大家 世界上的哪个基督徒 把眼睛挖掉过 哪个 耶稣哪个使徒 把自己的眼睛挖掉过 古今中外 哪个基督徒 因为我们读圣经 还把自己的眼睛挖掉一个 这是比喻 就是半导人的事情 不用做而已 自己去 我不给你答案 我今天不是讲申请 我今天是讲一论文的写作 你自己去想清楚 明白 搞清楚 搞明白 你要付出代价 让你的脑子别懒 去思考 去思考 还问你一个问题 我们今天跟别人传福音 我们讲世界上为什么有神 你先个手表放在圣灵的简单 当时在铁 铁自己组合成的吗 那肯定是自然 现在我们就给证明 对不对 说明在世界上有个伟大的设计师 他设计了手表 地球这么精致 眼睛这么奇妙 难道没有设计师吗 我们就证明 那么圣经为什么不证明 有神的存在 一开头就说 起初神创造天地 他为什么这么多 你也去思考 如果你不懂 有的时候圣经看了 你不懂 打个问号在旁边 在圣经上面做笔记 不要爱惜你那几张纸 如果你想变成一个有思想的人 一个有文化底润的人 你就要学习做笔记 这是圣经的阅读 答案我不告诉你 今天讲不完 我再跟你讲一个 读文学作品 也是这个道理 比如说你拿来一本文学作品 鲁迅 这个已经讲过 写作里头 鲁迅是谁 他是干嘛的 你要先去了解 巴基人是谁 莎士比亚是谁 他是怎么长大的 他怎么写作的 当我们读他的书的时候 我们读书先读什么 我经常给他读书先读 是路人 你要先读人 把这个人给了解 然后呢 你别人懒 文章的意思你了解吗 生字生词 不可能都抄在笔记本上面 有些时候同学 可以抄在笔记本上面 这么抄着 那么更多的是 我们就写在自己的书上面 这书是我自己买的 这书是我自己买的 OK 大家随便打个笔记本 比如说 这习有记 这习有记是我买的 那么我在上面 有一些字我不认得 小老师肯定不认得 那么我就会打个标记 重要的话我在上面写一下 我也看得懂 你不能够懒 当然你不要看了 很多字你都不认识 你太累了 一页书 不管它是中文还是英语 不要超过四个字 超过四个字不认得了 你就会很累 老师翻字典怎么来 翻来翻去怎么来 你累嘛 所以说你读的书 先不要读很艰难的书 把它生字生词都搞清楚 我不是学中文的 但是这个做学问的功夫 不要放过自己 英语也是一样的 你不认识 你要去查 你不要放过它 你不要放过自己 当然还是这句话 你不要找很艰难的 一下子读 我一下子读KGV的英语 我老太读都发毛 因为怎么来看不懂 后来我就买一本 KGV的 比较好看一点 是吧 因为我的水平不够 搞清楚它的意思 这个你要做笔记 在哪个书上面写 这样是自己买 你要好好的学读好书 要学会自己买书 第三 比如说你读巴基的水写幕 巴基为什么要写这个书 他为何写这些东西 他写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什么 你要搞清楚 你跟我学过那个故事欣赏 诗词的 他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 要搞清楚 比如说长官一字 什么宗命文学 回忆萧山 上回我们给大家讲过 他讲这个宗命文学 回忆萧山 他良心不安 在过去的过犯 还有一个悔改的过程 他写下来 怀念他的妻子萧山 他的夫人 我们知道 那鲁迅 那你旁边可以做下笔记 他为什么呢 这么写 把这本书 这个小说的或者是这本书 前和后来做下笔记 我这本西游记 我都没有做笔记 最近买的 其他那些书 你都要做下笔记 这是我读的第二本 第三本 就是这样子的 一点学习做笔记 在下面 鲁迅为什么写狂人日记 老子先想 狂人日记的内容是什么呢 是不是真的中国现实 就像狂人日记写的 都是吃人的了 你都给自己个问题 你现在不一定搞得明白 因为年龄的关系 因为你社会阅历的关系 你不一定能够搞清楚 鲁迅显的狂人日记 跟中国的历史和现实 是不是划等于耗的呢 你不一定搞得清楚 是吧 但是你要存着一种疑问的态度 放下来 因为有一天你会搞清楚 没有关系的 因为学问 思想 它是长进的 需要个过程 需要个累积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不提出问题了 学问学问 你不问自己这个问题 你学什么呢 作为学生 我是个学习者 鲁迅是个作家 我从狂人日记里头 我学到什么优点 作为基督图 我如果从圣经的角度 看狂人日记呢 你都可以在这个书上做每一批 我以前买过一套 鲁迅的全集 鲁迅的文集 现在都丢了 我重新买了一套 所以那笔记呢 不见了 新书上面没有那么多笔记了 然后我现在做了一些笔记 我文学作品看的不是很多 不是看的很多 那我会有一些笔记 我觉得现在我主要看历史 比较多一点 我一些没有历史那么感兴趣 但是整个都是有很多 我小时候来讲 比较看文学看的比较多一点 尤其是看小说 都要做笔记 在书上面做笔记 就是你自己的书上面做笔记 记得了吗 同学们 好 我们休息一下 3点26过了 我讲这话速度快不快 我讲话速度快一点 都听得清楚吗 可以 好 感谢上帝 因为我讲话也是容易讲得很快 我们3点26过来 3点26过来 3点26 3点26 4点26 耶和华 求你拯救我 夺离凶恶的人 保护我 夺离强暴的人 夺离强暴的人 他们心中 独毛剑们 常常聚集要挣扎 他们是舌头尖里入手 嘴里有灰色的怒气 耶和华 求你拯救我 脱离恶人的手 保护我 脱离强暴的人 他们图默推我 跌倒 骄傲人为我 安身 望罗和声索 他们在路旁不下网 设下圈套 我曾对耶和华 说 他们在路旁不下网 设下圈套 祢是我的神 耶和华 求你留心 听我恳求的声音 主耶和华 我求恩的力量啊 在正常的日子 在正常的日子 你遮蔽了我的头 祢是我的神 耶和华 我求恩的力量啊 好吗 祢是我的天啊 就他们的寂寞 恐怕他们自导 至于那些暗受围困我的人 愿他们最纯的简单 陷害自己烟火糖 落在他们身上 愿他们被丢在火中 抱在深刻里不能再起烂 说耳眼的人在地上壁 建立不住荒荒冰 列去强暴的人将它 我知道耶和华冰 我知道耶和华冰 为荷人深渊 必为穷华人边去 义人必要称赞你的名 真是让别住在你面前 不穷华人的寂寞 不沉醉人的道路 不作卸满人的座位 不作卸满人的座位 为喜爱耶和华 灯花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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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像一棵树 在在西山 昂连时候结果子 也子也不苦根 放他所做的尽到顺利 而人并不是这样 奈向抗疲惫 风吹散 因此当身旁的时候 恶人必成立不住 恶人在义人的湖中 也是如此 因为 耶和华知道 一人的道路 恶人的道路 却必灭亡 恶人的道路 却必灭亡 可据 Хорошо 外班为什么 终闹 云民为什么 梦想绝望的事 世上 的君王一起 起起来 乘在一同上衣 要抵挡耶和华 冰他的手高折 说我们要睁开他们的拱把 脱去他们的绳索 那坐在天上的笔发笑 诸笔痴笑他们 那时他要在怒中责给他们 在列怒中请和他们 说我已经厉害 我的军在西岸 我的身上伤了 手高折说我要装神职 耶和华曾对我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生你你求我 我今将列国赐你为戒 将帝祭祀你为天长 你比用铁掌打破他们 你比家 他们如同要将个瓦器摔碎 现在你们军王应当醒悟 你们世上的手彷徨白手彷脚 当春畏惧是风也和华 又当春暂停而快乐 当一醉青子恐怕他发怒 你们便在道中灭亡 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 反投靠他的都是有福德 您在家中的《更好煨》 《岳南云》 中文字幕 verb 川普通关上 《岳南云》 中文字幕广告 全球预稿 中文字幕广告 一来 点击我 人 有许多人 一晚都不早说 他的 不吵声的梦中 当彼夜 何华时 我思维的盾牌 好 刚才我同学们讲了一下 小时候小朋友顺便讲了一下 我估计爸爸妈妈也在听 你怎样提醒个小朋友 怎样思考问题 先想明白你才能写 按照读书和思考和见识 应该就这么来 读书会见识 不能够分开 要不然会变成书呆子 要不然就变成个游地员一样的 就去玩了一下 回来什么 就感觉了一下 这都不对 然后我们刚才在前面说 我们读书 读文学 读圣经 都要做笔记 就是说在书上面做笔记 不一定在笔记本上面 他也说太震惊了一点 很累 人家搞得他活得太震惊了 就说太费劲了的时候 也不想到了 是吧 你每一次要做正爱八经 做做很多笔记怎么样的 太累了 但是你可随便拿一支笔记 拿一支笔 你看我这里这人签 这圆珠笔 读圣经的时候 我拿着 看着 对 是这样子的吗 这个随便写一点 有什么感想写下来 有什么感想写下来 就是日记月累 你的生命就记得起来了 浩恩你几岁 你今天几岁 十一 听起来感觉累不累 下次讲课你累不累 不累 不累你就听 不累就听 大经上课都能听 比如说手舞 主导的跳舞一样在那里 我们在讲的历史的学习 你读历史书 在历史过程当中 你积累到 那么我建议大家读历史书 先读壮记开始 比较好懂一点 知道吧 有趣味一点 有故事 那么当个比方来说 你读加尔文传 我是个中学生讲 中学生讲 我推荐了一个书目给大家 这是中小学生看的 而且书目 只要你会识字 基本上也能看 但你就读的时候 你要脑子里带些问题 要好奇心 要去问问题 下尔文是啥 他是什么人 也许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 他怎么成为神的普 他为什么要写个基督教要义 干嘛呢 他是不是法国人 他法国人跑到日来瓦去干什么 你这个好奇心 他为什么不在法国 正行征教改革 他自己的祖国不改 跑到日来瓦去改 啥意思 中国人跑到美国 去搞征教改革 是啥意思 他为什么在法国 跟征教改革 那么他通过征教改革 达到什么目的 他为什么做这件事情 那么征教改革 达到什么效果 才算这改革 很多人说 加尔文是日来瓦的教皇 这话准不准确 准不准确 有一个告诉我 叫做《一段的权利》 下面这本书 是欧洲一个传记学家写的 叫做批判加尔文的 叫《一段的权利》 那么在赛尔维特这件事情上面 这个科学家被火烧死 加尔文有什么责任 是不是他杀的 他都杀人了 我还跟他学习 你读书的过程当中 你看那个书翻一下 你要有问题 老子有问题 不是老子有毛病的 老子里头要思考问题 为什么 我要把这 我的好奇心 我们为什么年轻的时候 读书 有好奇心 有些人没有好奇心 我一天就想 儿子你老爸也没有什么伟大的追求了 把你们养大就行了 睡好一点 睡好一点 别给我生病 整一个什么幺蛾子出来 你爸受不了 读书 看完好多学校找份工作 将来有消息呢 看完你爸爸妈妈也想 没有消息呢 你不要给我啃脑就行了 自己搞好自己 我也没有什么好奇心 就玩玩游戏 那这人就读书就没法读了 他说已经心已经老了 心已经怎么样呢 他是一个40岁的人 他是个80岁的心了 80岁了你还学什么 游戏的心已经80岁了 对什么东西都没有好奇心了 你不想去问了 就吃饱了 锻炼一下身体 过轮过日子 我又不糟蹋别人 别人不糟蹋我 就过日子就行了 那就没办法了 这样说啥呢 你都没有学习的心了 对不对 但我们不知道 你也在好奇心 这问题 读书的原因 是你里面有个好奇心 还有一颗 还有个活泼的灵魂 有个求知欲在那里 什么叫求知欲 说什么 里面有追求 有想法 那么你去了解 你以后写文章也好 面对生活也好 你里面有祸 肚子里头有祸 我经常问小朋友 我们家有几个小朋友 他说爸爸 你肚子里头有没有 毒底输进去 还是全都吃了饼干 香蕉 苹果 我问一下 拍拍你的肚皮 问一下各位 你看肚子里头有没有 张点什么东西 装就祸进去 这么的妈 你叫草包 什么草包 你没读书吧 那老师 就没什么文化 我们要拍拍自己的肚子 你没读点什么东西进去 这些问题 你读完了 加尔文的传 你能回答这些问题吗 不能够你来回答一半的问题吗 或者能够回答两个 三个问题吗 去读 今天不能再讲这些答案 去读的过程当中 你就做笔记 做笔记不是说 另外一个笔记本 在书上面 我这是第二本 加尔文传我读了两本 第一本我读完了 我送给我们家乡的教会去了 到了我又买了一本 你看我就有很多的这样笔记 为什么这后面的笔记不多了 前面的 证明了 很多这样的笔记 画的有什么样杠 就是这样的 为什么画这些杠 就是反面我自己思考 当时我还给人家讲课 我给大家教过历史 我就是看书看来的 我到哪里来的 我可能跑到法国去了 我哪里去了 去得了来 就是你做笔记是很重要的 你把做笔记 你不找到就问你的答案 然后把它标记出来 就画了彩色的线 然后书是黑色的 你找一个这个了 我很喜欢这蓝色的圆准笔 为什么蓝色的圆准笔好啊 因为书都是黑色的嘛 我这些黑色画什么呢 就不明显了 我这个蓝色的铅笔更不行 铅笔是个灰色的 画不到什么东西 我还想买这种蓝色的铅笔 很难买啊 地方是文具店里头 它黑色的比较多蓝色的少 但我还是在网上呢 我买这个买一壶啊 可以用红色的呀 红色的太显眼 什么 红色太显眼太刺激了 那个眼睛受不了不好 搞久了你就感觉到的 红色的搞久了就不太好 你看我买这么多蓝色的铅笔 我买就买一盒 为什么买这么多 我写的完爱 我自己写我两个几个孩子 他就说我在拿我的笔啊 有时候还不够 因为他们看爸爸印这笔啊 他跟着我用啊 就是方便做笔记什么 读书的时候方便做笔记 所以我就买这个 他在一块钱一次啊 一盒一十二块钱 不要一十二块钱 他给提发十块钱给买得到 你要不要买 你要不要 我在淘宝上面买的 后来我们旁边一个书店啊 书店呢 前段时间呢 有个两个百货店 他拆了啊 经营不下去 我的里头又买了买了一些 买了一些笔 我需要很多笔啊 我这不喜欢买衣服啊 倒是喜欢买鞋子 因为我喜欢跑步嘛 然后别的文具我不买 我喜欢买笔啊 什么样的笔好小 我摸就知道 而写的太多了 做笔记 同学们知道吗 你做的笔记越多啊 你的脑子呢 就越好用 你可出口成章 若比成文 好 那个阅读和思考啊 是不能够分开的 中国孔子讲过一句话 学不识这网啊 识不学这带 一个人直接读书 他不去思考什么呢 他会迷惘 阅读呢 不知道读什么书 往来就是迷惘的意思 学不识 就是说你学了 不思考 就会怎么办 就迷惘 你只想问题 不读书啊 就想着老子 想抽烟了 你看很多事 抽了烟了 我今天刚才说烟了 熏得别人要死 二十多烟了 为什么呢 他只思考不学习 他觉得感到很疲倦 就知道抽烟 什么 我们既要学习又要思考 而且记住这句话 不懂笔墨 不读书 我在十六岁的时候 我见到一个前辈 一个前辈叫什么名字 我忘记了名字了 对不起了 是毛泽东的老师 叫什么 我忘记了 他那个时候专门讲 那个怎样 年轻人应该怎么读书 还有一句名义 叫不动笔墨 不读书 也就是说你读书的时候 手上要拿一支笔 要写写画画 这样子呢 中国古人叫梅批 或者读书建德 就不用这些名字 你可能比较难理解 就是说 这眉毛样的 这些批改 这书在旁边 这样批改和联想 批改的内容呢 有你的感想 或者你联想到什么东西 你想跟作者对话 或者与自己对话 写在旁边 这样子你就会积累你的学问 积累你的思想 你的书可以提出疑问来 你可以分析书的内容 你可以追求一个答案 当然 你先要把书分为三类 一类是通读的 贩读的不需要 比如说我看看新闻 或者说看看新闻报道 这种专题书 我就没必要很认真的去搞 是不是 没必要认真的去研究这个东西 就是个新闻报道 对不对 第二个 那些像圣经还是专业到 经典文学 经典历史学的作品 我们要细细的认真地读 那你就不一样 还有一种不需要读的 只需要查考 大家比方来说 这真世纪的教会历史 那我 我指手暂时没有想法把它读 那么如果我需要上课 我怕我讲错了 我去核对一下 就行了 就这样的 这张书叫查考的书 还有比如说 汉语大词典 汉语大词典一共是九卷 没一卷得这么厚 我没有想过 但是我需要什么资料 我去查考一下 摘录查考的书 三类 通读 经读 查考 来一遍 通读 经读 查考 那么 你把它分类 那么重点是经读的 经读的时候 一边读 一边要思考 一边要思考 学而不识这碗 识而不学这碗 这个话也是挺好 不动笔墨 不读书 把名字记下来 以上讲的老师讲的话速度快不快 能听明白吗 我前面讲的你都听明白了 我都听懂了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然后琴学好问 学问 你的琴 不管是中国人 中国有名的老师 还是西方有名的老师 都喜欢问问题 你看孔子那个 那个龙语里头 有很多对话 那我前面同学读一下 陆家福音二章四十六节 陆家福音二章四十六节 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店里 坐在教师中间 一面听一面问 凡听见他的 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 对 你一面听一面问 你就会变得聪明起来 你就善于应对 应对不是一天培养出来的 为什么我老师鼓励大家 问有没有什么问题 你不问 我也没办法 我强迫你问 但是因为我鼓励大家问问题 一面听 一个好的学生学习 就像主要说一样 一面听一面问 因为你也是个活人 对不对 你可以问我的 伦老师也可能讲错了 对不对 就算是讲那个什么 讲那个以利亚 那个献祭的时候 我就讲错了 对不对 他讲错了 你们就这么去感谢上帝 对不对 有什么关系 老师也是人啊 这就是你自己在思考 你在认真听 没有问题 说明你没有认真听 你可能说玩别的声讯去 小老师再给你讲课 你可能还在手机 在那搞什么东东 反正会看不见你 对不对 或者说你在玩别的游戏 在电脑里头 一边打开我的这个课程 因为也找了个好的游戏 这里头笑的一边 笑一边 老婆呢 有什么问题 没问题 你肯定没问题了 对不对 因为你玩游戏去了 是吧 做老师 做父母的 也首先应该谦卑 你不是上帝 我们不是上帝 我不可能没有错误 别人也不可能不怀疑我 但对我提出自己也是很正常 这老师你说讲错了吗 我不同意的看法当然很正常了 对不对 因为我也没有说我是上帝 对不对 我干嘛要扮演上帝的角色 我扮演不了 对不对 是吧 你看就是上帝自己 我请大家看一下 耶利尼数十二章第一节 请问同学读一下 就是上帝自己也可以问问题 何况你还不是上帝的 对不对 然后同学读一下看看 我请问同学读一下 那个同学举手 大家同学举手 有没有人举手 读一下 耶利尼数十二章第一节 还是史嘉豪呢 换一个同学看看 谢谢你 史嘉豪 你很积极 很好 感谢上帝 但是我想让大家都锻炼一下 孟景奇你读一下 耶利尼数十二章第一节 哦 好的 耶和华 我与你争辩的时候 你显为义 但有一件 我还要与你理 我还要与你理论 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了 大行 大行 坚恶的 为何得安 大行诡诈的 为何得安 你了 孟景奇 孟景奇 你读一下 何西阿书 四章第一节 好吧 你弟弟读一下 刚才是我弟弟读的 现在你读的 没事 何西阿书 四章第一节 以色列人 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 因这地上 无诚实 无良善 无人认识神 你看神的 就算是神 这么去 以利米先知 也可以跟神对话 神啊 我不明白 你得告诉我 这恶人的道路 为何很可能 大行诡诈的 为何得安逸 你得告诉我 因为我搞不明白 神也没告诉他 是另外一回事 刚刚何西 以色列人败坏 你们败坏的这个程度 你跟神辩论 你自己跟神去辩论 你们有没有诚实 有没有良善 你们认不认识神 你跟神去辩论 这句话 就犹太人的教育 就鼓励人了 问问题 你要问问题 而中国人就学问学问 你要问问题 但是老师 有时候老师很骄傲 就扮演上帝的觉神 你不能够怀疑我 你不能够质疑我 你不给我面子是不是 别这么再听 你不是不相信我 这么的怀疑我 你别这么再听歌 这就是老师的骄傲 或者傲慢 这就是伤害的孩子 主要是叫我们 做老师的柔和谦卑 做父母的柔和谦卑 为什么柔和谦卑 一 俄女提出了问题 或者学生提出问题 她有的时候 是她反应磁动 她跟不上你的脚步 你跑得太快了 她慢 她问你个问题 你讲 你还在问 都要变了 有的时候我也急躁 在我家里面 我的女儿在这里听课 我的妻子也在旁边给我录音 她们知道我很急躁 不是柔和谦卑 就是很急躁 那么我就会伤害孩子 伤害别人 这个问题怎么听懂 搞什么滚烟 你这样子忙啥一句了 刚才是不是 人家下次就不敢问你问题了 对不对 你问我 比如说什么问题 你就骂我 你就责备我 我一直在问你了 甚至我不来听了 这就是老师的过犯 这不好 我要认证在神的 在神和人的面前 得认证悔改 有时候我 我不知道孩子们应该提问题 学生们应该提问题 可是我不来反 急躁 你怎么说我有问题 还是你老师 你怎么这么说 没有柔和谦卑 主要是说 要我们柔和谦卑 他没有 亏欠什么 也亏欠人 这个做老师的 做父母的 我也是父亲 也是老师 要认证悔改 否则我们就会 掐死一个 我问你的 积极的思考 因为你老是伤害的 你抽筷一下 他就不敢问问题了 他觉得你 我问的问题 都浪费你的时间 那我就不问了 或者说刚才听的 不听你的了 那我就损失了 就这样子 这不好 好 最后一个 就执行合一 前面你有很多的思想 你最正的 你要在现实当中 去活出来 什么 你学的东西 不是为了升光 有些新的东西 没办法升光发财 你学的上我这个课 你能升光发财吗 我不知道 你是跟周小二师 学历史能够升光发财 如果能升光发财 我自己干嘛不升光发财 对不对 我又没有当光 阿卖发财 或者说你跟我学习写作 学习文学 学习诗词 能够升光发财吗 如果能升光发财 我干嘛不让自己升光发财 也没有 对不对 但是我行出来 本身我都能行出来 我请你同学读一下 约翰福音七章一十七节 然后同学读一下 约翰福音 然后同学读一下 约翰福音七章一十七节 这是对G吧 请你对 读一下 GIA G吧 27节 然而我们知道 不是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 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 人若立志 遵着他的旨意行 那就必晓得这教训 或是出于神 或是我凭着我自己说的 对 就这句话告诉我们 一个什么道理的 你行得出来 这是真知道 你行不出来 你还是不明白 是吧 比如说你头头的脚的道 下来了柔个谦辩 你寻不出来 你说明你还是不错 现在整个社会就习惯上说一套 做一套 心里想的一套 对面 旁边是一套背后一套 再偷偷摸摸的 甚至这叫诡诈 那么诡诈的人 首先你自己让自己进入一种愚昧状态 就像北国以色列一样的 诡诈的人 同时他也是愚昧的 我的名因无知识而灭亡 何希阿责备北国以色列人 你们忘记律法 我就忘记你们的额音 你们连无知识 我就弃绝你 什么意思 你不认识神 你不明白神 你知不信 这种是诡诈的 依法人是商人 他是诡诈的 这是何希阿淑利在讲 那么诡诈的代价是什么 就成为人的奴才 他是奴才 所有诡诈的人 都是罪的奴才 为什么呢 真正的自由人 有个特点 在基督里头的自由人 不是假装的 诗篇119篇 我要自由而行 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辞 什么意思 自由的人 不一定是总统 不一定是国家领袖 也不一定是有钱人 而是他能够考究神的训辞 然后自由而行 他终之道 也就是行得出来的人 你知道行不出来还是不知道 明白吗 所以为什么科学上面要做实验呢 对不对 比如说你学了很多的生物学 为什么要去做实验 我问大家 国内考试得很好啊 为什么还去做实验呢 我问大家个问题 学了很多物理学 为什么要做物理实验室啊 为什么做木工房呢 很多很多的项目 还去做啊 考试也考得很不错啊 或者是答的很不错 对实验啊 说不定有些你说的假设或者什么东西可能是错误的 对 实际上很想通道 所有的科学 如果你不能够做实验 不能够验证 说明你还是不知道 一个道理 你必须做得出来 行得出来 才是真知道 科学 我们的信仰也是如此 那做不出来 说明你要么你就不知道 是无知 要么就是诡诈 诡诈当然也是这种无知 假装知道 那么人会变成两者人 当人行不出来 但是又去学习 行不出来 又去学习 学习 还是行不出来 人就变成两者人 一者是书呆子 一者是狗奴才 书呆子是什么一个特点呢 下笔千言 写文章显得很好啊 下笔虽有千言 胸中识为策 遇到问题的时候 不怎么解决 读万卷书 但是没有行万里路 然后呢 请他大学毕业 做过菜都不会做 他扫过地 鸡蛋都剥个鸡蛋 我见过 不会剥鸡蛋的 你见过不会剥鸡蛋的人吗 因为从小 他读书成绩很好 他妈就不让他干活 一直大学毕业的时候 他都不知道怎样剥鸡蛋 不会剥鸡蛋 应该所有人都知道怎么剥鸡蛋吗 读书很紧张的 你在公立学校读书是很紧张的 孩子们就 妈妈妈妈妈妈妈把鸡蛋给剥好了 他直接吃的 我不夸张了 是在那个什么 这个什么那个 谈恋爱的一个什么 这个论坛上面 我这个光头一个光头 我看到他说他不会剥鸡蛋 大学大学毕业以后 他是不是会剥鸡蛋 真的不会 我讲这个意思是什么 书呆子 我当年也是就是书呆子 我就是书呆子 我啊 我读了很多的书 但是我不会在城市的生活 甚至我不会擦桌子 我都擦不好 我啊 我不说别的笑容是 我在饭店里都跟人擦桌子 我擦不干净 因为我在家里没擦过桌子 我就读书 然后我的全世界都我也没出去过 因为我只能待在乡下 读了很多 乡下以外的书 就变成个书呆子 那我就是个书呆子 后来我很痛苦 我就写信 写信给北京大学心理辅导 那时候我不认识耶稣 我就搞心理学辅导 我给北京大学写信 我说我喜欢读书 但是我也不想变成书呆子 我应该怎么办 那北京大学那个青年辅导真心 就写了一份信给我 某某小同学 你以后读书 你要活行得出来 这行得出来 你才不会变成书呆子 我就明白这句话了 我就明白这句话了 我大概从二十二岁开始 凡是我读的书 我如果行不出来 我就不读了 我就不读了 我一点执行合一 以前我不知道 没人告诉我这么做 我不知道我不懂 直到北京大学心理辅导真心 青年辅导真心 哥儿系的回了这份信 我很感谢他 我在今天为止 在北京大学 我是很尊敬的 虽然我没有机会读他的书 没机会到这个大学里头 去拜访什么 但我很尊敬他 因为在我年轻的时候 痛苦的时候他帮助了我 那是什么 这是 并且我们自己变成书呆子 一定要执行合一 反正读很多书 怎么样呢 犹太人叫书柜 比较好听一点 英语叫book 我叫书从 英语叫书从 中文叫书呆子 那个犹太人叫book store 就是书柜 那我们呢 如果有一些人 他很厉害 他不会是书呆子 他很会背答案 比如说他参加国家政治考试 他不认可 但是他把标志答案背得很好 一行一行的写出来 这种人 不会变成书呆子 他会变成狗书柴 这个话是哪里来的呢 两个地方的 很奇怪 两个地方 一个是中国的水浒传 第62回 石秀拼命杀人 是叫骂了个梁真书 你这个给奴才们 祝奴才的奴才 第二个故事 是迦南的父亲喊 看见罗亚光泽生子 喝醉了酒 躺在那里 他呢 他到外面去 张扬 说爸爸 你看 你看 然后当时 闪和雅弗 把衣服盖在父亲的身上 什么意思 你在背后 当面你是尊敬父亲 你背后 说父亲光泽生子 所以 按照常情 爷爷是不一定 咒诅儿子的 但是罗亚是先子 他领受了神的命令 不能不说出来 他就说 迦南必受咒诅 必给他弟兄 做奴仆的奴仆 为什么会这样子 一个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的人 为什么会变成奴才呢 这是个什么逻辑呢 真言书记告诉我们这个逻辑 奸诈的人必遭强暴 一个人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那么上帝就会有什么东西 就来修理他来 用强暴 用镇压的方式 用武力的方式 用一种强有力的方式 把他掌控 因为他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他一定遭遇强暴 就像北国以色列 被怎么样了 亚述帝国政府 南国犹大 被谁政府 被巴比隆政府 现代犹太人 我经常讲犹太人 非常的诡诈 所以他们遇上傲视为行 跟你不讲道理 你是一个咱们谁要是 是一个诡诈的人 你一定碰上一个不讲道理的 你的诡诈一点用都没有 他就是因为武力整死的 所以中国社会 已经是个暴政社会 伊斯兰教社会不适合于搞民主 他的民主一直在来昏了 伊拉克走着瞧 他现在是民主 他的民主是反美 是跟随什么 跟随伊朗的 变成一个祸害 伊斯兰教国家 因为他承受塔吉亚原则 承受诡诈和欺诈 埃及搞民主的时候 他变成一个伊斯兰极端社会 我们伊拉克我们走着瞧 阿富汗 因为诡诈的人不适合于搞民主 不是伊斯兰本身有问题 是伊斯兰承受塔吉亚原则的时候 承受欺诈的时候 他就适合于用暴政的方式来关 任何民主 任何别人变得很诡诈的时候 就不能用民主的方式关 因为民主强求的是契约 强求的是诚信 给大家讲一下 伊斯兰会遭遇这个报应 人而人就变成奴才 甚至给奴才们当奴才的奴才 就这样子 所以我们做学问和做人是一样的 一论文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东西 但是它跟别的东西是牵扯在一起 是吧 好 我们就把这个文章就讲完了 归来一下 大家 一 情学好问 情学或者情学多问都听 然后博学多文 这是你广泛的了解 思考 然后读万卷书 行万里目 行旅行日记 第三个不懂笔墨不看书 就做每一批 包括是圣经也好 文学也好 历史书也好 你都要懂笔墨做每一批 在这个书上面写写画画 在你的自己的书上面写写画画 当然这些是自己买的 你不要图书馆接了书 小老师给他讲了 要我们写写画画 那图书馆能不能发你的款 发你的钱 然后学恩师两不难 执行合一 我一直忘了打进去 应该是执行合一 就给大家讲完了 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呢 有没有什么疑问 就这讲完 大家平时练习了 我这看不到你 你读的书上面 有没有动笔墨 我不看不见 对不对 我不可以到你家里去看一下 让你自己 爸爸妈妈如果在听的话 监督一下孩子 不动笔墨 不看书 去做梅拼 然后到哪里去玩 做旅行 写旅行日记 自己写是这样 是个习惯 前面也讲过了 什么写日志 先观察日记 先读经 末想 这样的 学和诗 两个不难 而执行合一 明白了没有 老师 我有个问题 就是在行万里路的当中 需不需要观察一些 这个国家特色 对 讲得非常好 是的 你肯定去观察 行万里不是光跑 你叫驴子样跑一片 对 我们人也不是驴子 你的驴子样在街上跑一片 有什么用了 对不对 肯定是去观察去看 对不对 讲得很好 那您说就是需不需要 就是在去个地方旅行之前 就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韩帝史 这种文化 这是做预备 很好 讲得很好 做预备 如果你看我的游学计划 以前我带额女做了个游学 我们先读好多书 读了好多书才去看 就是这样的 你去 以后他有些这种知识手册 会介绍 在百度上面搜一下 比如说我们要去 Google博物院 你可以百度前面搜一下 看看Google博物院 有些什么内容 对不对 你再去看就效果好一些 这东西没什么敏感 有什么敏感信息 讲得很好 讲得挺好的 谢谢 讲得很好 同学们你们的发言 能够补充老师 讲课的不足 很好 还有吗 没有这几次打发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在天上的佛神 就帮助我们同学 读万诀书 行万里路 使他们成为博学 读文 情绪好问的人 祝助祝福他们 心不要偷懒 不动底墨 不看书 也祝福他们 一边学习 一边思考 一边思考 一边学习 都不要懒 所以他们在生活当中 就是咨询合一 成为一个 有知识的 有谋略的人 也不是一个书呆子 也不要成为 那种诡诈的人 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学知识 只是把它当作工具 来学习 祝而怜悯和帮助他们 是他们成为 在基督里面的自由的人 既不是书呆子 又不是诡诈的人 祝而怜悯和看过 帮助我们同学 使他们行在你的心意当中 能够出口成章 诺别成文 大家奉我 我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求 阿们